大家好,我是彩虹 凉过之后,身体还在恢复期 记得多吃些营养营消化的食物 今天这个小饼一定要试试哦 100克西的玉米面 少量多次的加入100克开水烫面 搅拔成颗粒状 再打入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 搅匀 然后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 三颗酵母 再分次加入100克35度折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 下手揉成偏软的面团 盖好,松弃15分钟 接着准备40克面粉 加入40克热油,搅拌均匀 调成油酥备用 面团松弛一会儿后,变得更软了 案板上撒些干的面粉防粘 取出面团,揉光滑 再将面团擀成长方形单面饼 厚度在2毫米左右 淋上油酥 用刮板刮均匀 在宠上之下,卷起来 整理均匀 再平均分成8个面剂 盖好防止风干 取一个面剂,两头捏合 按扁 对折 在整反面擀成中间稍后 变圆薄的饼皮 放上自己爱吃的馅料 再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整下形 在正反面擀成腿圆形 这样一个饼皮就做好了 依次把剩下的全部都做完 无需发酵 直接入锅烙就可以了 全程开小火 盖上盖子,闷2分钟左右 开盖翻面 开盖翻面 另一面捞至上色 再次翻面 反覆翻面 反覆翻面 两次 两面都烙成金黄色 按压饼能够快速回弹即可出锅 这样简单好吃的玉米面豆沙酥饼就做好了 表皮酥,内力软 淡淡的玉米香气 配上香甜的豆沙 口感丰富,酥软可口 营养健康又易消化 吃不完的第二天可以用烤箱来烤一下 200度烤5分钟 就和刚拉好的一样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